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书雅记第五天 约书雅记五章一至十五节 关键的更新 约旦河西雅摩利人的诸王 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 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到我们过去 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 就消化了 不再有胆气 那时 耶和华吩咐约书雅说 你制造火石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雅就制造了火石刀 在除皮山那里 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雅行割礼的缘故 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重鸣 就是一切能打仗的南丁 出了埃及以后 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出来的重鸣都受过割礼 唯独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的路上 所生的重鸣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等到国民 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 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 必不容他们看见 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的子孙 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 接续他们的 都没有受过割礼 因为在路上 没有给他们行割礼 约书雅这才给他们行了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 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等到痊愈了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 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月节 逾月节的次日 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无效饼和烘的骨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 玛拿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 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约书雅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局目观看 不料 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 约书雅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雅就俯伏在地下拜 说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雅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约书雅就照着醒了 在以色列人叙事待发 准备攻取迦南地第一座城耶利哥时 神再次吩咐约书雅 要带领以色列民更新与他的关系 一 哥里 重新与神立约 哥里是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后代立约的记号 约书雅命令以色列人行哥里 因为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以色列人都没有受哥里 而这也意味更新与神的立约 将自己重新献给神 耶和华对约书雅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这羞辱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却进不得迦南地 而死在旷野的羞辱 此外 哥里的进一步意义 其实是得着一颗新的心 新的性情 二 羔羊 关系的更新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后 如今第三次守于月节 但却是在应许之地第一次守于月节 前两次于月节分别是出埃及的那天 和出埃及第二年离开西奈山之前 因此 这次守节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它代表了神救赎的事工开始 而新约中 这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他被杀流血 拯救人脱离罪的刑罚 我们也需要每天更新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三 粮食 灵命的更新 进迦南那天正好是于月节 于月节的第二天 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农产物 吃土产的第二日 玛纳就停了 这代表一种灵命上的更新 进入迦南美地 神要他们主动寻求更丰富的粮食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期待我们成长 祂渴望你每天主动寻求祂的话语 而不是只满足于主日的听道而已 四 主角 焦点的更新 最后一个更新就是焦点的更新 以色列人准备攻取第一座城之前 神先向约书亚显现 提醒他和以色列人 不是摩西 甚至不是你约书亚 我才是你们真正的主角 唯独仰赖神才能征战得胜 许多时候 我们对神的认识 就像约书亚那样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以为神应该会站在我们这边 祝福我们的计划 照我们的心意成全 神却大声回答我们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边 而是我们要站在神那边 让神做神 亲爱的圣灵 求你每天使我的心思更新变化 好使我重新对焦于神 求你更深信赢我 快跑跟随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道读神的话 约书亚纪五章十四节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 说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不仁 主耶稣啊 主耶稣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你就在我们的心里扎根 在我里面的比外面世界任何都大 主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你是耶和华军队大元帅 是我们所遵从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 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欲望为满足 而是要单单来寻求你 依靠你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元帅 阿们 是的耶稣 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元帅 我愿复复在你面前 因为我的心只愿为你而去 阿们 主耶稣啊 我的耶稣 我只愿为你而去 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要做的 唯独就是单单的信靠 完全的顺服 谦卑复复在你面前 阿们 我要谦卑复复在你的面前 你是我的王 我的主 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队伍当中 因此我要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 要听从顺服你的呼召与差遣 当我们照着去行 你的心就得着满足 阿们 是的 主耶稣当我们照着去行 你的心就得着满足 让我的生命也如同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让我的生命被你燃烧 被你炼尽 让我的生命不断地经历你 而看见许多生命的奇迹 感谢赞美神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